我們來看看一個背景圖的部分 那背景圖的話呢 其實在我們3HOME的 那個3D裡面背景圖 那一塊其實還是蠻好用的 因為有些時候啊 各位平常在 畫那個圖 也許你平常可能在類似像Eletrator啦 或網路上我們去找 比如說你看我們網路上 你來找一個那個 叫做房子的平面設計圖 室內設計圖 好有沒有有很多這一種的 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因為像這種他們都已經先畫好了 都已經有那些尺寸 像這樣子有一些尺寸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 你就不需要說我再使用3D然後怎麼樣 慢慢的這裡到哪裡這裡到哪裡不用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下面 就等於說我當作一個底圖 我就可以拿來用 這個部分在我們的教材裡面好像是在第2堂的吧 對對對 在這裡 第13堂 就是我們隨用3D2裡面 這裡有一個 你看我們有生意樓的 有中正大學的 好所以你如果要看教材你可以從這個地方打開 這樣OK 好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把它打開 那以往的話這個範例其實有 很多做法 不過後來因為 隨用3D有改版 他把這個部分啊做得比較簡單的 所以我都是用 新的方式在做的 就舊的 我們就不再做那個 你看我們桌手邊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舊的方法 像你現在看到這樣 這裡就是我們生意樓 那一棟 附近的一個平面圖 那我們現在都是用新的方式 用新的方式來做 就第3種方法 在2D裡面 直接就插入背景圖 就可以用了 好那 我們的範例檔案 在這邊 這裡有那個生意樓的平面圖 有沒有 所以 你待會其實也都可以試看看 或者你要找這個室內設計圖 也都可以 那我就 先用我們 的這個範例我們來做看看 我就點下去 把這個 圖檔 把它下載下來 遭到封鎖 好現在下載不下來我就先用抓圖的 好不好 來這裡 反正都一樣嘛對不對 看得到就可以拿得到 好我就抓這樣就好了 好那我把它存起來 OK 那我把它存到 我的 下載好了 這裡 好現在呢 我們就打開 Swift 3D 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裡 你就直接按 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插入背景圖像 就是他 你可以用這個 把你的圖 就丟進來 所以我找到 剛剛我們下載的 這個圖檔 在這裡了 然後我在這邊呢 我就按繼續 接著他問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他要知道比例尺 所以你先告訴他 請問這個 這個尺 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比例是多少 比如說你不知道這裡到這裡 但是沒關係 我知道哪裡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對不對 這兩個點是可以移動的 就前後的這個點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呢 我現在把 這裡 移動一下 比如說我知道 到生意樓 好 從這邊 大概到這裡 是多少 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不見得要知道全部的 你只要知道大約的 那記得他單位是公分 公分 那以我這個來講 也許這樣 我們可能是 20公尺 那就是 再加兩個零 對不對 好 這樣子20公分 20公尺 不過說真的 這樣待會我這張圖很大 我先做小一點 假設他是 兩公尺就好了 好繼續 然後他就問你 第二個問題 請問你的圓點要放在哪裡 也就是說我們在使用山地的時候呢 在哪裡 在 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會有一個圓點 你看零 零 這個點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 這個零 零 這個圓點 要對到 這一張圖裡面的哪裡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過來一點 你就把這個 往這邊移動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就把他 點一下 他就知道我要對到這邊 好按完成 這邊 那這樣你就看到 這個 進來了 那 他進來了之後啊 其實他預設會在哪裡 會在我們的 2D而已 3D並不會看到 所以呢 你如果希望他在3D的這個 面板也能夠同時看到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有沒有 我們在這邊看到的 我們希望說 這裡 底圖也都看得到 像這個舊的 有沒有 3D裡面看得到 那怎麼辦 你就可以在下面3D這裡 按滑鼠右鍵 進入到 修改3D視點 好 然後呢你會發現裡面有一個選項 叫做背景圖 在3D視圖中顯示 如果你沒有特別勾起來 下面是看不到的 這樣就看到了 有沒有 你就可以轉轉看 所以這樣你就有一個平面圖可以做參考 而且呢在3D還看得到 那如果呢我現在要把上面這裡 你可以放大 還記不記得我們 2D怎麼放大 2D的放大是不是用什麼 用 Ctrl 對不對 現在 Ctrl鍵 加上什麼 加號或減號 當然你加 滑鼠的滾輪也可以 就跟我們網頁的放大縮小一樣 這個是 給各位了解一下 所以你在 2D裡面放大縮小 我們背景圖會跟著放大縮小 那現在呢我就可以 用 比如說我用 這個牆壁 那我把 這個地方 就開始畫一下 好 如果 這個地方 這樣會有吸附的效果 就按住鍵盤上的Alt 這裡 這裡一點點 然後再放大一點 有沒有 像這邊 那你要繼續接起來 接起來 你就可以照著這樣畫 那麼你會發現 我們在3D這邊 自然的 是不是就產生了 我先畫比較簡單一點 好最後結束 有沒有這樣就一個外觀就出來了 好那高低的啊還有就是 你要做哪些 這個 調整 就可以再 再繼續做下去 所以其實用這種方式 也很方便 讓我們去做一些 一些 就是一些場景 也就是說可能我需要的不是那種很精細的 我需要是一個 比如說我們活動現場 那我就是這一棟特別的清楚 我們可以像這樣去做 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 在這個教材裡面所提到的 有沒有 那這裡面呢 既然提到的3D 的這個 就是背景圖 那我們順便提提 這個 文字的部分 使用3D呢 他也可以加入文字 也可以加入文字 但是呢 他的文字 跟 我們在Photoshop 3D做文字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Photoshop做的3 他是真正有 厚度的 文字 但是我們在 3D 他的文字 其實是平面的 是平面的 他是沒有厚度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其實各位呢 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老是有整理 那個 3D的教材 對不對有一個網站 我看一下 這裡 那你看 我們 就是 虛擬的 在這邊 這些都是用 隨我們3D做的 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 這個字 這個就是他的 那個文字的功能 他本身 看起來是有陰影 因為他也會受到燈光影響 可是他本身是沒有厚度的 也就是如果我們攝影機從這邊看過來的話 他基本上這就是薄薄的一片 像一片紙 這樣子而已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這個部分啊 就是 你 了解一下他做的方式 跟我們在 Photoshop 3D裡面 或者是 Dimish裡面那個 3D的文字 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他 一樣有 就是 會受到燈光影響 所以你會發現 當我打燈光進去之後 其實這裡面是有陰影的 就這個 他的下方 有點類似像 Photoshop做的那個 陰影的圖層 樣式那種感覺 好但是 像這個 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裡都有陰影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OK 所以先把 文字的概念先各位 跟各位說明一下之後 那你要增加文字怎麼辦 就從這邊來啦 我們就從 使用3D來 我想要增加文字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增加文字 這個 好那他還有一些像標注的部分啊 這個 我們 可能 不是做室內設計 這個地方就不是那麼 那麼重要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來那他就 出現這個對話方塊囉 提醒你有沒有 你就點一下就可以了 來我們來點一下 我點到這邊好了 好 那 在這裡你打入 這個 比如說我打 生意囉 好那他的字體 稍微用黑體的 稍微用黑體的 好那字的大小 60 好 重點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3D要不要能夠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沒有勾 我按確定 這裡有 一樣的記得 做完了請你回到 這邊 你看這邊 2D看得到 3D是不是就看不到 好所以呢你要編輯他 記得還是要回到我們的 箭頭 然後呢你到這邊點一下 把它勾起來 顏色你要用什麼就看你自己 如果想用白色的 確定 那 當你勾了3D之後 他就問你是要水平的還是垂直的 那水平跟垂直差在哪裡 水平的話呢就是 你等同就是平貼 就像我們現在上面這個字一樣 這樣叫水平的 那立體的呢 垂直的 就是站起來 就是寫在這裡 所以通常我大部分是用立體的 但是如果 你需要的 可能就是一個平貼的字 你就直接用水平的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我現在先用 這個 垂直的 好按確定 有沒有他就站起來了 生意囉 這樣 這個地方你可以旋轉 下面會跟著旋轉 這個就是即時看到的 那變成這樣子之後 其實他也有一個叫 我們3D模型裡面的懸空高度 有沒有這裡也有 當然你要比較精準的 你就點兩下進去 他這個高層 就是在這裡 好所以我們上次都有 跟各位介紹過嘛 你看這樣浮起來 好那我要靠到後面去 我就拉拉拉拉拉拉 拉過來 啊你拉太後面 他就跑到牆壁裡面去了 好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了 好那我們靠近一點 那我剛講過這個 其實 現在並沒有 完全貼在他上面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距離 所以呢當你 輸出高畫質的時候 你看我在這邊輸出 高畫質 他會幫我們算陰影 對不對 好這個就不用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影子 雖然現在是比較亮的 但是呢 影子你就看得清楚了 這樣應該了解了 好所以呢 我們 雖然是 2D的文字 他真的沒有厚度 但是呢 放進去之後 他事實上還是會有 受到燈光的影響 會產生影子 這樣子各位對於 怎麼 增加 背景圖 跟增加文字 有沒有顯概念了 所以這個部分 先給各位看一下囉 好不好 來來來看一下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快點喔 沒有 沒有好 終於有人有出生了 呵呵 有沒有 有沒有 好所以他不難啦 但是就是說你要 去知道他的特點在哪裡 我們剛剛 這兩個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 他預設 都不會在3D裡面顯示出來 你必須要自己去 選擇 好不好 那 等一下呢 我們來 抽一兩個同學 來問看看好了 好不好 好啊 我這一段我先到這邊 先停一下 喔 好啊 今天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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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